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同学,下午好 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下统计学的指示 在高级数学一里面,老师曾经讲过 分纲考试里面统计概率算是一个纲要的考试项目 OK?统计概率 那首先,老师先跟你介绍的是 同学在作答同考题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看,在试卷的前面 就是统计学的公式其实是很完善的 就是说,其实统计学里面所问的 比方说平均数、中位数啊 或者是标准差 那么同学你都可以在公式表上面找得到这些公式 OK?好,所以我是建议同学 在考试之前,大致上先看一看 公式表里面,比方说中数啊 中位数的公式大致上在哪里 那么同学在考试的时候 还不至于说找不到公式 或者不知道有什么公式 OK?好,所以老师先跟你提一下 就是说,统计的话 我们可以回来看这个公式 好,所以等一下 比方说,老师要用到中位数公式 我们才个别来看 OK,好 那么,再来我先复习第一个 就是在统计学里面的平均数 那么这个平均数的话 其实我们生活中也常用了 打个比方 我们一群人 OK,我和朋友总共有四个人 假设说我们供车,车费是20块的话 那么一个人要付多少钱 那这个问题就是平均数的问题 OK 所以底下这个是通考题里面 我们对于平均数的问题 OK 好,那我开始解题了 好,那他说 这边有七个小矮人 OK,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这边有七个小矮人的身高 那么A小题 如果小红帽 就是第八个人 如果第八个人 加入这群人之后 平均身高没有改变 求小红帽的身高 OK,好,那么 题目里面他提到说 平均数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平均数和原本七个人的平均数 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我先去找这七个人的平均数 OK,好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七个人的平均数 我们就把它想成 我们有七个人 比方说我们七个人去吃饭 假设说饭钱是200块 那么出到来一个人是多少钱 我们不需要去找公司 这个七个人的平均数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把这七个高度加起来 OK,除以7 好,平均数 所以我算一下 各位同学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就帮老师算一算 因为统计里面有很多 很多东西要计算 OK 833 如果我要算算 你要告诉我 OK,833 那再除以7 所以 七个人的平均数是 119 平均升高 OK OK 7个人的平均升高是 119 那么我们讨论 这个A小T里面提到 第八个人 就是小红帽 那如果我假设 小红帽的升高 为X OK 假设小红帽的升高 为X的话 那我们来试试看 计算这八个人的平均升高 OK 8个人的平均升高 OK 8个人的平均升高 8个人的平均升高 加起来 除以8 OK 那么根据题目的意思 平均升高没有改变 所以7个人的平均数 和8个人的平均数 是一样的 所以都是119 好,平均升高不变 OK 那分子的话 我们刚刚加过一遍 833 加上X OK 所以同学只需要做简单的一项 就可以找到X的值 所以19乘以8 好,再解过去 所以119乘以8是952 所以X等于 119 OK 所以就是说呢 小红帽的身高是 119CM ok吗 请问有同学要发问的吗 或者是如果你想发问 你可以打在聊天室里面 有吗 OK 可以理解为平均数据等于小红帽的身高 是这样讲没有错 是这样讲没有错 不过说你在答卷的时候 你不能直接没有计算过程那么直接写 小红帽的身高是119CM 那是不对的 原理上来讲说是没有错 可是 毕竟是考试啦 所以你要有一些步骤 要有一些计算步骤 OK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这位美善同学 OK 好,没有人有问题 那如果同学想要做笔记的话 就拍个照 我去打B小题 OK 好,那B小题的话 我们再来复习到中位数 所以A小题的话是平均数了 是复习完了 那么再来就到中位数 OK 那中位数要注意 那我们在求中位数的时候 那么先需要把这个数据 从小到大排 也是这个身高呢 我们必须从小到大排列 一般上 同学可能考试的时候紧张 或者是忘记 所以整题就错掉了 所以你在笔记上面 你就注明一下 那中位数的时候 我们在求中位数的时候 数据要从小到大排列 小到大 好,所以上面的那些7个身高 是由小到大排列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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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小题的场景应该考虑为7个小海人还是8个 就是说B小题的话就重新 B小题不管小红帽的事情 的意思 B小题讲的是 这原先的7个小海人 和小木偶的故事 跟小红帽没有关 1128 1128 1128 然后到什么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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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排到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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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好 所以这个很重要 虽然简单 可是有些同学时常忘记 这件事情 就是说中微数 数据要先从小到大排 所以他讲说 小木偶加入这群小海人之后 升高的中微数 比原先的 增加了1cm 好 所以他这句话 升高的中微数增加了1cm的意思就是 比原本的中微数 增加了1cm OK 所以我们先要看 原本的中微数是多少 所以这边一共有 1 2 3 4 5 6 7 这边有7个数据 对吧 所以中微数将会是 第4位 好 中微数 中微数将会是第4位咯 OK 这是中间那一位刚刚好 这是基数个数据嘛 那如果你把小红帽 sorry 如果你把小木偶的身高加进来了之后 加入这群小海人之后 那么中微数由118 改写成119 119 因为他说中微数增加了1cm 对吧 求小木偶的身高 好 好 好 来我们想看哦 在接下来偶数个数据的时候呢 找中微数的时候 打个比方 来快快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有这些数据 OK 那如果假设我有偶数个数据的话 它跟这边有一些不一样 这个数据的话 刚刚是有基数个 所以基数个数据就是说有13579 这边是7个数据 好 7个数据的话 中微数就是中间那一位 那一位数据 中间那一位 OK 那假设说 如果同学你拿到的题目是有偶数个数据的话 好 像这边哦 如果你有4个数据的话 那么中微数将会是 中间两位数据的平均数 的平均数 OK 所以这边又不一样 同样是中微数 可是数据的个数 决定了中微数的算法 OK 好 所以如果是偶数个 就拿中间两位数据的平均数 这样的意思 OK 好 所以假设说 现在我们考虑哦 如果小木偶的高度 我叫做Y的话 OK 好来我们来考虑一下 老师跟你来跟你解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高度Y的位置是固定的 OK 比方说如果我的Y在前面的话 123 124 127 OK 我先跟你解说 为什么这个小木偶的高度 不会在前面 Let's say 如果是第一个数据的话 为什么不可能 好 那如果我们把小木偶的高度 加入了过后 那一共有8个数据 对啊 那8个数据的话 中位数 中位数 将会是 116 加118 除以2 对啊 可是这也就违反题目的意思 题目讲说 小木偶加入了这群小野人之后 那中位数其实是119 好 比原先的高度增加了1cm 所以这就违反题目的中位数的设计了 对吗 所以这个小木偶的高度Y 不会出现在前面那一组数据 在前面 那如果同样的 如果同学你把这个小木偶的高度 假设说你放在最后面 同样的也是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数据Y 也就是讲说小木偶的高度 放在后面的数据的话 你把它排在后面的话 那么中位数将会是 118加121除以2 同样的 你也得不到119 这个中位数 OK吗 到这为止 有同学有疑问的吗 是啦 这个谁 丢经号 OK 他把答案讲出来 OK 好所以我们要想说 我们的中位数119 要怎么得到 首先你可以看到 数据上面 我有118跟121 那么假设 我把我的Y 好 放在这里 隔着 OK 为什么要隔着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 118跟121的平均数 并不是119 对吗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118跟121 隔开 那么相同的道理 116跟118 我们也不考虑 对吗 好 所以我们的Y 决定放这里 那么我们就去想看 那中位数的话 现在是中间这两位 这两位数据的平均数 OK OK 好 所以我把 中位数写下来 这个是8个人的中位数 刚才那个中位数是7个人 OK 那中位数的计算方法是 第四个数据加 第五个数据 除以2 好 那中位数 依据题目的意思 增加1cm 所以是119 OK 所以第四个数据是118 第五个数据是Y OK 所以以下 19乘2 238 所以Y等120 OK 所以对于有一些同学 如果你是对数字比较敏感的同学 可能你一下子就会看到数讲说 118旁边配一个120 那么加起来 平均数就是119 对啊 因为我老师也是这么想 就是说 118 跟120 它们两者的平均数 将会是119 所以要把120 配给118 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就会有 中位数 sorry 中位数 119 这样的意思 OK吗 各位同学 这个B小T的话 就会比较 活一点 他没有 他的公司不死 想法比较灵活一些 B小T 这个是 OK吗 请问同学有没有疑问 有的话 你可以打在聊天区 或者是举手发问 因为这只是第一题 还没有上到后悟 OK OK了 OK 那么再来的话 我们就来到重点 就是说 在通考里面 这个标准差是很热门的一个问题 那几乎同学 如果你去翻阅那个理解考题的话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关于标准差的问题 哦 这通考题 OK 所以这边老师先要给你有个概念 这个公式的话 可能他 这边下公式就会下到你 我们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1 3 2 9 4 9 10 OK 可以 好 那么我给你简单的一些 5个数据 那么由这5个数据 假设说我要去求 标准差的话 好 我给你一个概念 那这个标准差的计算方法是10的 所以这个 标准差 不是标差差 标准差 这个标准差的计算方法是10的 所以同学如果你可以掌握的话 掌握到一次就等于掌握到全部 这个 我们讲说数据如果是未分组的情况下 标准差的计算方法 所以我先下公式 所以标准差的话 我们的符号是这个sigma OK 所以在公式表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sigma OK 那如果同学你不习惯不习惯写这个符号的话 你也可以写中文字了 标准差 OK 标准差的你开根 好 OK 好 来 所以我这边直接用给你看了 OK 那标准差的公式里面 前面一项 它会是一个分数 那么这个分数的分子是数据的平方和 OK 什么叫数据的平方和 就是哪个个数据 先去平方 然后再加起来 干嘛 这个是数据平方和 OK 这个步骤是死的 所以你就记下来 等一下我们也是会用到 OK 所以这个是数据的平方和分子 那么分母就是 除以数据的总数 所以数据的总数是5个 所以总共有5个数据 所以除以5 OK 那后半部分 减掉 OK 平均数 的平方 OK 这边我先跟你写 你的公式表里面 平均数 它是这么比较大的 一个x 头上一个一条线 x bar 我们讲 这是平均数 所以平均数的话 刚才我们算过一遍 OK 这个我先加起来看 339 486 44 97 84 156 除以5 减掉 平均数的算法 就跟刚才a小 d是一样的咯 所以平均数的话 把所有的数据加起来 除以5 基本上这个就是标准差的公式 干嘛 所以它其实前者跟后者 同学你就分开机了 前面的分数分只是平方和 那么后者是减掉平均数的平方 OK 这是1分之1 5、6、减 1、3、8、9、2、12 11点80 那么近位到来 大概是 3点44 不要准查 我先找平均数 等一下 我一个个答 先找平均数 再把一平方减平均数 你用第一个公式 老师是觉得那个公式比较复杂 你用那个公式的话 也是可以 可是你自己记得不要算错 我的话 我比较喜欢这个公式 原因是因为这个公式不容易错 它也不要方便用 OK吗 还有第二个就是方差 是标准差的平方 对没有错 所以方差是 OK好 我就顺便跟你讲 所以方差 意思就是标准差的平方 OK 标准差的平方 OK 所以刚刚好 这一题的话 如果我顺便叫你求方差的话 OK 方差就是标准差的平方 这个豆芽就是标准差了 标准差的平方 所以就是根号11.84的平方 所以方差会是11.84 很好 同学还会想到这个方差 这个单余生 OK 方差跟标准差之间的关系 就是平方 拿标准差去平方 就会得到方差 OK吗 还有没有了有其他问题 OK 这个例子你要明白 因为接下来的那一题 通考题 老师需要用到这个方法 这个计算方法 可以吗 请问同学有问题吗 请问不能用3.44吗 3.44的平方 给大家看一下误差是多少 11.83 OK 很靠近 通常我们比较喜欢用的是根号那个四字 因为如果你拿根号11.84拿去平方的话 就没有误差 因为本来这个根式里面 我们算到的这个分数相减的时候 它的确会等于11.84 所以你用3.44去平方 OK 就是会有一点误差 OK OK 好 那刚才老师举例的 我举的例子 你明白的话 我们就看这一题通考题 这个是第八年 第十题 做答题来到 在一个数学测验中 有十位男生跟十七位女生 OK 的分数 那么那一些平均数啊 标准差都是based on 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分十位男生来看 还有十七位女生来看 所以呢 一开始 老师设置上面 我就先设计 OK 男生的分数 OK 叫做X1 第一个男生的分数 叫做X1 第二个男生的分数 叫X2 那么一共会有X多少呢 同学 你看回去题目啊 一共有十个男生 对吧 所以第一个男生的分数 叫X1 第二个男生的分数 叫X2 那么一共会有十个 对啊 所以就是会去到X10 这边OK哦 所以女生的分数怎么样呢 女生的分数我把它叫做Y好吧 Y1 Y2 一直去到Y17 共有17个分数 这边OK吗 这个假设谁看不懂的 要提问 OK 好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我们先看第一个资料 关于十位男生的平均分数 跟标准差的资料 就那个黄色highlight 好 所以我们先研究平均分数 OK 十位男生的平均分数是72分 所以十位男生的平均分数 我把它叫做X8好了 OK 平均分数将会是哪 这十个数据相加 这十个数据相加 不要乱来 不要乱来啊 什么KO 猜哪个步骤 猜哪个步骤才一开始而已 OK 好 所以男生分数的平均数是72分 带进来 OK 所以我把分母10移过去 所以12乘10是720 所以就是说呢 X1加X2一直加到X10 然后这十个数据的总和会是720 OK OK吗 可以哦 没有问题哦 老师只是做一些影响 其实那个黄色highlight那一步 其实看得懂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OK好 再来我们往下看 标准差 为15分 所以刚才老师讲说 这个标准差 符号上面就是这个豆芽 如果你不习惯写符号 你就写中文字了 标准差 等于开根号 OK 所以刚才公式老师怎么用 记得吗 我们现在数据是X1X2一直到X10 对吗 所以刚才老师讲说 一开始 我们的前者是一个分数 那么这个分数的分子怎么放 记得吗 刚才老师有给过一个例子 这个分子怎么放 放什么 来在聊天室里面告诉我 720 这么快就算出来 不是不是720 OK不是 错 这赢穿 不对 分子放什么 给你划回去看看 前者分子放什么 来看看 对 平方和 好 平方和 干嘛 所以这十个男生的分数分别就是X1X2 一直到X10 所以所有数据拿去平方 先各自去平方 然后再加起来 OK吗 这个分子 其实跟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个例子 不过这边老师只是用X1X2来表达数据 可是代入法是一样 整体的想法是一样的 所以再除以10 减掉 男生平均数的平方 OK 好 所以题目有讲说平均数是72了 男生的分数平均 所以我们做代入 72 那么左边 要我操完先 那么左手边的话 题目告诉我们的是标准X 你看上面 黄色highlight 男生分数标准差为15分 看吗 所以左边是15 OK 那么我们整理一下 想把根号去掉的话 我们就去做两边平方 两边去平方 OK 15的平方 225 好 右手边 右手边平方 跟根号 底销 72的平方 5184 OK 所以加过去 5184加225 5409 OK 所以就讲说 男生数据的平方和 就是X1平方 加X2平方 一直加到X10平方 会等于54090 OK 同学看下有问题要问吗 因为等一下我们在处理这个女生的17个分数的时候 我们用的想法是一样 跟左边一模一样 有吗 可以哦 OK啊 好 这样放这些 等一下我要用到 所以我们再来看女生的分数资料 那么他讲说 17位女生平均分数是68分 标准差是12 所以跟左边的过程是一样的 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 用X1 就可以了 right 就是你要先假设好了 不然PK老师不知道你的X1代表什么 所以你要像老师这样一开始就是写假设 X1 X2代表什么 Y1 Y2代表什么 OK吗 要懂得表达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 女生分数的平均数 OK Y1 Y2 加到Y17 除以17 OK 因为女生有17位 OK 所以分母是17 所以平均数再进去 干嘛 OK 好 所以得到结论 Y1 加Y2 加到Y17 等女 68乘17 把分母乘过去 1156 所以这个用红色来写 OK吗 到目前为止 同学怎么样 有没有同学要提问的 OK 好 再来 刚才左边老师放一个X好了 这个标准差 对左边是男生的标准差 所以我放个SigmaX好了 我来区分一下 好 那么现在我们研究的是 女生分数的标准差 我叫做SigmaY SigmaY代表女生分数的标准差 好 所以一样的方法 更好 好 先拿数据的平方和 除以总人数 sorry 女生的人数 女生的人数 17 减掉 好 女生分数的平均是68 好 减掉68的平方 OK 同样的我们也是带路 题目告诉我们 女生分数的标准差是12 好 我直接两边一起平方 60 68的平方是4624 OK 加过去 4768 81056 OK 终于 整理出我要的资料 所以在最后的结果里面 有这四个资料是最重要的 第一 男生分数的总和 OK 女生分数的总和 框框里面的资料是重要 等一下要用到 那么还有 男生分数的平方和 好 还有女生分数的平方和 可以啊 来 对照一下 所以我写在右边 OK 好 那么 最后其实题目叫我们求出 全班 这些学生分数的平均数及标准差 就是全班 这些学生指的就是全班同学 好 全班同学 他不是班级啦 他是这总共这27位学生的意思 好 这些27位学生 从而先看平均数方面 好 27位学生的平均数 OK 27位学生的平均分数 那么我们男生有10个分数咯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X1加到 X10 OK 还没有完咯 那么还有女生的17个分数也要加起来 好 这边总共有27位 总数啦 10位男生 17位女生 好 所以把我求到的 总和带进来 看吗 X1加到X10 是 720 好 Y1加到Y17 是1156 除以27 OK 所以这都是 720 1156 除以27 69.48 等一下 这个分子我加 1876 除以27 69.48 69.48 OK 到这为止 有问题的吗 OK 所以可见的这个题目很长 要做很久 这一题多少分呢 感觉不长 是没有错 因为 可能你听老师一面解说 一面写 你就觉得这一题很长 如果说是你自己熟悉 这个知识去做的话 可能一题就可以做很快 因为我要讲课 我要解这题 所以就比较慢一点 白话文就是你厉害就快 OK 虽然步骤多 可是公式很实法 公式很实法 好 再来最后 我们看这27位学生的 标准差 分数标准差 OK 所以标准差的话 我给他Sigma好了 刚才是SigmaX SigmaY 这个Sigma代表 全部人的分数标准差 OK 标准差分数 OK 所以个别数据去平方 然后再加起来 对啊 所以X1平方 加到X10的平方 再加上Y1的平方 加到Y17的平方 除以27 OK 再减掉 平均数的平方 这边要小心 这里平均数指的是 27位学生的平均分数 所以是 27分之187 为了减少误差 老师拿的是 上面那个分数 也就是27分之187 6进去算 好 算的话 如果你用69.48 不是不可以 你的答案会有误差 答案会有一些误差 OK 如果你要算到 比较准确的答案 我们的平均数 就用那个分数 OK 所以带进来 好 X1平方 加到X10平方 是54090 这是81056 所以27件 OK 这个这么大 OK 按计算机好了 根号 54090 加81056 127 1876 除127 177.73 再开根 开根号之前 我多点小数 73 11 4 OK 为了减少误差 所以最好的是 你可以直接去开根号 所以答案是13.33 我说 你 对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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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弄深一点 这个笔太细了 这样清楚一点 OK吗? 这题很长哦 OK 可以吗?有同学要问问题吗? OK 好,如果你没问题的话 你需要做笔记就拍照 OK OK哦,是啦,统计学 可是今天也是学不完的啦 因为统计学的东西蛮多的啦 所以一个半小时 其实没有办法上网了 就是跟你复习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哦 老师想教给同学自己练习一下好吗 好,就是说 他其实做法跟前面那一题是一样的 各位同学 所以这边的话 老师想把它当成一个exercise 一个练习 所以前面那一题如果同学读得懂的话 或者你明白的话 那你就尝试看自己做这题 OK吗? 好,这是15年的第10题 做答题的第10题 那么过程步骤跟刚刚是一样 OK吗? 那可以做对的奖励 不是现在做奖励啊 奖励啊,奖励就是你可以去升学咯 可能拿到一个credit或者是A OK 讨奖励啊 你又不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讨什么奖励 自己练习看看啊 这题 老师就 不跟你做了 因为做一题要蛮久了 你自己读前面那一题 你觉得OK了 那你就来做 尝试一下做这题 你如果需要的话 你就拍个招咯 这个题目 不然的话你就去找历届考题 就是2015年高速艺 第10题 OK啊 练习一下 不然我又讲多一题 就变成我其他种类就讲比较少 OK 好,我们再看一题类似的 OK 那这个题目就 简单的多了 如果跟刚才比起来 好 那么他告诉我们 这边有9个数据 9个数据的平均数是5 OK 所以刚才老师才跟你讲说 你要懂得表达 记得吗 好 所以假设我把这9个数据 这9个数据 OK 为 x1 x2 一直到 x9 对吗 对吗 刚才那一题我们也是这样子设 这样数据 可是刚才是有分男生的跟女生 这里没有了 这里就只有这9个 那么9个数据的平均数是5 OK 所以x8等于5 OK 所以x8怎么算 就是这个平均数 那x1加到x9 除以9 等于5 好 所以数据的总和 是45 好 45 OK 那么题目再给 来你看第二个 平方和为400 OK 他直接告诉你平方和 好 所以你就不用像刚才标准X 这样自己想 不需要 好 所以平方和为400 所以这是椅子 所以这是椅子 OK 好 平方和为400 我可以直接写 所以再来 如果将8加到这一组数据的话 求这10个数据的平均数跟方差 OK 好 所以 好 现在我们有10个的话 第10个数据就是8 OK 好 所以10个数的平均数 OK 你就拿原先的9个数据 再加上第10个数据 也就是8 除以10 好 平均数 这边有10个数据 所以X1加到X9 是45 5 加8 所以45加8 除以10 是5.3 这个是45加8 45加8 写到有点乱 OK 好 再来 方差的话 其实就是 标准差 去平方 OK 因为标准差 原本的公司有个根号 所以平方过后 就没有根号 OK 所以 方差 这个是方差 方差 分子 所有数据拿去平方 再加起来 OK 我们用了很多字 所以 除以 总数据是10 减掉 平均数的平方 好 这边老师用5.3 是因为当初十分之53 就是5.3 我没有进位 那就是准确的等于5.3 OK 所以带进来 平方和是400 5.3去平方 28.09 所以是18.3 诶 这同学的4.28从哪里来 是我算错 400加64 除以10 减掉28.09 18.3 你算到标准差 OK 要看好题目 考试的时候 现在 不会尴尬了 你现在 现在做错好过同考的时候 错 对吗 所以你要注意看题目 要求什么 OK吗 有同学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 OK 老师上的有点快 因为浓缩 各个重点要浓缩起来 不简单 OK 苦的是你 不会快 需要做笔记的 你就拍个照 老师会拿到A吗 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真的是 恍然回到这样 这样 就等同于你问我 跑步会不会拿到第一名 如果赛跑会拿到第一名吗 这样是 一样的道理 就引人而异 OK 也要看你说 你准备的那些 准备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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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态上 等等 各个方面 好 我们来看 这题是去年的 2020年的 不过这边2020年 它可能 是 题目上面有一点点问题 不过 我们根据题目 各位同学 因为 这个题目里面 它用Sigma来表示方差 可是 在数学上来讲 Sigma应该要是 Sigma平方 不过 我们就 这样错就错 OK 因为题目已经这样规定了 你不可以在下面跟我argue 讲说 你的题目触到有问题 应该叫Sigma平方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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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题目这样子设 我们就 一样用 OK 所以 设Sigma 为数据 这个方差 所以 以值 方差 OK 就是 不开根号 标准差才开根号 方差 就是少掉根号 这个公式是一样的 然后里面一样放 这边 这边有几个数据 请问各位同学 X1 X2 一直到Xn 还有多少个数据 OK 没有人 OK Anker 对Anker 减掉 平均数的平方 OK 那么 后面的题目呢 它叫你计算 2X1 2X2 2Xn 你把它当成是新的数据 OK 这其实是 所有的数据乘2 没关系 我把它叫做一个新的数据 OK 所以我们先 把这个新的方差 我们来命名下 比方说 叫做Sigma' 新的方差 Sigma' 就是后者的 那个方差 它是叫你用Sigma来表达 OK 所以我们的分子 OK 就产生了一点点变化 因为现在每个数据都是2X1 2X 所以平方和自然就是 2X1平方 2X2平方 一直到 2Xn平方 这个还蛮容易理解的吧 各位同学 OK吗 就现在你的数据是2X 所以你去平方的 就是2X整个的平方 OK 除以N 不管是N个 对啊 只是所有数据都去乘2 N个数据乘2 OK 所以在减掉 OK 平均数 所以这一组 数据的平均数 我在这边算 所以拿所有数据加起来 除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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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还不可以这样猜 等一下我们需要整理一下 OK 所以 来 这个是4 分子都是4 我直接抽出来 可以 各位同学 有一点点 4抽出来 写大哥的好了 4抽出来 分子的4抽出来 OK OK 剪掉 那么后面呢 我们也是可以抽2 2 可是2上面有个平方 看到吗 所以我们抽2的时候 平方也要一起抽出来 所以的确是4倍了 所以4倍 4乘 OK 把4抽出来 诶 怎么还有一个4啊 可以写错 这个没有4 xn 除以N 这个 这个就是平均数的平方 后面 OK 所以 这跨弧里面 其实就是 原先的sigma来的 好 所以等于4sigma 4没有错 刚才同学 有些同学有说了 OK 其实在数学上面来说 其实蛮有意思 这个 因为 它是把所有的数据都 呃 乘2 所有数据都取2倍 那么 方差的话 是原先方差的4倍 这样的意思 不过没有关系了 把它当成一个题目 接聊就算了 嗯 OK吗 有有人要发问吗 这是去年的题目 OK 可以哦 嗯 今天没有什么问题耶 各位同学 还是 还是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 是 是怎么回事 你有问题要问啊 OK 好 不用客气 好 那么剩下的 大概30分钟里面 我们先 再讲多一个重点 OK 就是这些分组数据 怎么样去求 平均数 中位数 跟标准差 这些重点 OK 这个4跟 嗯 嗯 嗯 好 所以 在审题的时候 同学要看得出 这个表 这个平数分配表 里面在表达的数据 是分组的类别 什么叫分组 比方说 Let's say 如果我翻上同学 你有你的座号 比方说 我讲30到39号一组 40到49号一组 这样的意思 明白吗 这叫分组了 所以这边的组别是以分数来分配 所以30到39分为一组 OK 那么30到39分这一组 也就讲说 哪个分数 介于30到39的同学 有五位 这样的意思 OK 这叫分组 那么分组数据 我们求平均数也好 中位数也好 标准差也好 一定要用公式 一定要用公式 好 所以 上面那两个公式 你都可以在公式表找得到 公式表 OK 所以 老师先跟你复习的是 A小题 平均分数 所以同样的我也列个表 平均分数 sorry 平均分数 这是分数 30到39 是 这 是 是 在 60到90 60到90 90到9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画一个表格会比较清楚 而且有时候在通考题出题的时候 就会让学生完成表格 所以表格你要看得懂 所以分组数据的话我们就会列表 那么对于平均数 因为A小题求的是平均数 所以平均数表格上面第一 我们有组终点 组终点就会是公式里面的XI OK 所以现在老师要跟你复习的就是组终点 怎么找 那组终点的话 比方说第一个数据分组 30到39 终点就是30加39除以2 OK 所以终点是34.5 OK 就是拿这个组别的上限加下限除以2 上限下限的平均数 OK 一次类推 第二组 40加49 再除以2 44.5 一次类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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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组终点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题目里面 平均数的公式 在公式表里面 平均数的分值 同学可以看到 需要用到Fi乘XI OK 所以这边我要跟大家解说 Fi乘XI 意思就是拿 学生人数就是Fi 拿学生人数乘上组终点 好 把个比方 第一组 FiXI怎么算 你就拿学生人数5 乘上组终点 也就是34.5 所以就得到172.5 就是人数乘终终点 个别都一样 这是4.5 乘12 30 4.5乘20 1362.5 就是4.5乘30 2257.5 就是8乘74 2086 8乘4.5 就是4.5 472.5 OK 好 那么再来 我们看回公式里面 有SigmaFi 所以SigmaFi指的就是 总人数 所以你拿这个Fi 这一排人数 拿来加起来 题目其实有写了 总共有120位学生 OK 所以学生人数将会是120了 OK 那么还有就是 FiXI这一排 我也把它加起来 3.5乘30 3.5乘30 2257 4.5乘30 2.5乘30 2.5乘30 4.5乘30 4.5乘30 诶 这次没有人在聊天区 打的是多少 大家在按 这是7730 我按错 你还跟我讲 7730 7.5乘30 对 OK 好 所以带回去 所以分子是7730 分母是120 就可以找出平均数了 所以平均数是 64.42 OK吗 给你拍一个照 这个是A小题的 平均数 64.12 对 建议画表比较清楚 尤其是对于接下来的中位数而言 好 那画表的话 第一 你从表格上面同学容易记 表格里面需要什么 OK 那么第二 有时候触题的时候 在同考里面 他会叫同学完成表格 完成下表 完成这样的表 所以同学对于这个表格一定要熟悉 因为有时候触题的话 他是以表格的方式来触题 所以老师的建议 画一画这个表格是最好的 中位数都上插 可以等一下 OK 嗯 很棒啊这样 如果你需要做笔记 就拍个照 OK 好 再来跟你解决B小题的中位数 你看很厉害吧 不要重新写这个表格 因为如果老师上实体课写在白板 这样每次都画 然后中位数要画多一次这个表格 真的是翻 OK 对B 好不 你考试时间有两个种 所以你一定来的计划 只是现在 我老师分秒必争 OK 所以 两个表格可以共用 可以啦 你不乱的话是可以啦 以不乱为前提 不然等一下你 两个表格画在一起 等下你都乱 就不大好 OK 好 B小题 中位数的话 老师再跟你讲 在表格里面 中位数需要有 下主阶 上主阶 跟 下上主阶 累积平数 还有累积平数 OK 所以读这个分组数据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要记啦 比方说平均数表格里面 组中点 还有FI XI 那么在这个中位数表格里面 有下上主阶 跟累积平数 OK 分开读 同学你归类好再读 OK吧 你不要把它roject在一起 累积平数得要写进去 那个平均数的表格里面 这样你自己就会乱 OK 分开读分类读 这是中位数的表格 OK 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 下上主阶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上限39 下一组的数据的下限是40 所以39跟40的一半 将会是39.5 好 所以其实上主阶就是上限加0.5 因为39跟40的一半就是39.5 OK 所以上限加0.5 下限就减0.5 所以原本的30 减0.5 以此类推 OK OK 所以关于这个上下主阶的 有同学问问题的吗 OK 好 再来累积平数的话 其实初中你写过的 累积平数的话就是 第一组的平数是5 你把它累积下去 好 所以5加12 17 好 就是一直 人数那边一直累积下去 所以17加25 42 42加35 77 加28 是105 105加10 115 再加5 是120 好 所以在累积平数 这边老师提一下 累积平数的最后一栏 120 将会是总人数 在等下的公司里面 总人数其实是n 好 这120 其实就是总人数 来的 总人数 所以 学生总人数是120 OK 好 那么在使用公司之前 我们还要做多一项东西是 判断 中位数组 所以 中位数组的判断呢 我们直接拿 这个120 OK 除以2 是60 那我们判断 第60个数据 在哪一组 那么哪一组 将会是中位数组 OK 所以这个累积平数 这边老师讲一讲 给你有点概念 不至于乱乱 判断 这个中位数组 这5的意思就是 前面5个数据 都是30多分的数据 就是30到39分 好 是 第1个数据到第5个数据 那么这个第2组 表示 从第6个数据开始 一直到第17个数据 都会是4字头的分数了 40几分的分数 OK 以此类推 这个将会是 第18个数据 到第42个数据 OK 这个是第43个数据 到第77个数据 好 考试的时候这些是不用写的 这个x1到x5 这不用 只是跟你解说的时候 OK 所以 我们刚才讲说 总人数 120 一半是60 那么第60个数据 将会在 60到69 这一组 对啊 好 第43个数据到第77个数据 是包含第60个数据 在里面 对吗 所以中位数组就是 60到69 OK吗 有人要发问吗 OK OK 好 再来就是解释符号 OK 符号上的解释的话 这个符号我先写出来 最后我才带入公司 一个一个带你 接说 给你听 所以在中位数 公司里面 一个大L 那现在中位数组 是60到69 这一组 OK 你看黄沙海赖 OK 那么中位数组 这个L 表示下组界 所以中位数组 下组界为 59.5 你记得咯 这个一样的 这些符号 都是死的 会变 OK 所以L 是下组界 中位数组 下组界 那么N 是总人数 OK 公司里面有个大F 大F比较特别 大F指的是 前面那一组的累积品 什么叫做前面那一组 你看 老师 Highlight 这一组的前面 累积品数是42 看吗 所以大F是42 这个是最多同学 初心的地方 记得大F是前面那一组的累积品数 前面那一组 OK 小F是平数 那一组的平数是35 OK 还有最后一个是CM CM是由上组界 剪掉下组界 OK 所以是这样子 公式表里面 他给你公式 可是他并没有告诉你讲说 这些符号代表什么 所以同学你温习这个统计学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搞清楚 这个公式里面的所有符号 到底怎么来 怎么算 OK 所以你就带进去公式里面 中位数 公式我写一遍 OK 开始做带入 所以分值是多少 60-42 18 所以大概是多少 18乘4除以3 4 64.6 OK 64.64是吗 看一下 还有同学算到 64.64了 计算机可能要按照一次 计算机可能要按照一次 嗯 OK吗 有人有问题吗 OK按错 OK 该有位同学按到了 这个64.64 OK啊 所以可以拍照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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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那么这一题的话 老师讲过的我就不讲了 这个平均数跟中位数的话 就交给同学自己做了 就是参考前面的那个例题 那你再自己做一遍 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老师想帮你复习完这个标准差 那如何在分组数据里面 找到标准差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 这里标准差的公式里面 等一下老师会用的是这个 那么X bar其实是平均数 所以我再代入公式 平均数的公式 OK 所以同学等一下老师带的公式 是这个 标准差公式 OK 所以我去也是一样列表 这个列表跟刚才差不多一样 OK 意思是想说可以用多一次 等一下 OK 是跟刚才差不多一样 OK 这人数不一样 30到39 人数不对 OK 13 11 21 13 32 9 OK 很棒 OK 不用重划这个表 所以这个是第二标准差的部分 那么依据公式里面 我们需要用到平均数 所以刚才老师才讲说 分组数据的平均数 我们必须把组终点找出来 OK 所以组终点就是 上限加下限除以2 所以比方说 30加39除以2 34.5 OK 意思类推 OK 好 再来 人数总共有多少个 他没有告诉你 OK 看你计算 所以人数 全部加起来 就是Sigmafi 总人数 所以总人数是120 OK OK 好 再来呢 我们就回去看公式 同学的表格里面 可能同学会乱讲说 老师 表格里面要放什么 OK 公式里面需要用到什么 表格我们就放入什么 OK 这个公式我们用的是这个 它跟前面的不一样 前面的数据是未分组的 OK 然后这个分组数据 我们就回来看 在公式有fi的 OK 所以在公式里面 同学看到有fi xi 你就放fi xi 相乘 该做过一次 祖中点乘 人数 1 3 5 4 5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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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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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只需要把这个该计算出来的fi x i 再乘多一次组终点 再乘多一次 就可以得到xi平方了 所以34.5 再乘多一次34.5 哇这个数字 1190.25 一次来对呀 5.5乘44 594 5940.75 5990乘54.75 32672.75 你要帮老师检查一下那些数字 这数字的是 希望我们的超错 87365.25 238660.75 27.4乘84.5 228488 850.5乘94.5 80372.25 所以加起来 5940.75 5940.75 5940.75 32672.75 32672.75 87365.2 238660.75 228488 803 72.75 72.2 谁跟我算到一样啊 还没有人算到啊 好慢哦 各位同学 到底有没有算 67469 OK 所以我也是算到这个 674690 674690 按计算 按计算就要小心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按多一次了 确保自己没有加错 那就要容易按错 除120 所以分数直接相减 除120 74的平方 后面是74 所以674690 除以120 减74的平方 12分之 我按计算机的 然后这个 12分之1757 再去开根号 12.1 OK 问题 Alex 问讲说 不是要把主重点 二次方先 如果你把主重点二次方 你要撑回去人数 可以啦 你把主重点 二次方好过后 取二次方好过后 就撑回去人数 也可以啦 你就会算到 1190.25 OK 各位同学 你可以拍照啦 OK 这是问标准差 这个题目 OK 题目我就不放给你啦 这是求标准差 OK 好 像50到60 60到70 70到80的话 上主界就是下主界 就是说 如果上线跟下线 是连在一起的话 那么上主界 下主界就没有改变 上主界就是上线 下主界就是下线 OK吗 这个刚才有同学提问 清夜 OK 如果是连续的话 上主界即为上线 OK 好 那最后的话 因为这是老师的 最后一堂公开课了啦 所以老师其实复习的东西 是皮毛而已 各位同学 即使是统计学 也有比方说 物价指数 价比这些 也是还没有复习的 因为时间关系啦 好 所以就希望这三堂课 至少可以 帮助同学一点点在备考上面 或者是说在 理解分析题目的时候 这样明白吗 所以老师这边就先预祝 各位同学 你同考的时候顺利咯 这样OK吗 好 好 那 老师的三堂公开课 就到这边为止 这样OK 好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各位同学